我們現在再講一個關於越南人的議題 你知道我們可能現在做的類似ESG ESG來時都是土地改革運動的東西 越南人其實有一種喜歡藏真金的習慣 因為我們認為金是保值 有人說越南本土藏有幾千噸的黃金 也不排除海外的時候 也可能將金藏在地下 但是呢如果拿正來了 如果稅顧的話就會查 你有些金為什麼你不報稅 其實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 所以越南人在這方面可能 如果要做足些 他真的要報稅 如果不然可能在錢那裡 將來會有些困難的 我會心匨顧 中文字幕——YK